第21章,我让你三招,小说,五恋巅峰,作者,默默,这些伤痕血迹,自然是与花被蜘蛛战斗留下的痕迹,当时没来得及处理,回到乌眉镇,又要给那个小男孩寻衣,自然也耽搁了下来,随后杨开,就睡去了,一直睡到今日早晨才醒来,那小男孩也已经醒了,杨开便放心离去,急匆匆回到宗门, 人远远地看到一群人围着自己的木屋,还有人举着火把,看那架势是要烧自己房子了,杨开哪肯答应,自然是走过去询问,没想到是苏木要找自己的麻烦,正主出现,纵火不成的苏木不但没有丝毫愧疚,反而更兴奋了,指着杨开道,杨开,别说本少不给你机会,只要你能,你等一下,杨开举手示意,然后湿湿然走进了屋子, 喂,苏木半截化燕金肚子,只感觉像是吃了一个苍蝇,而且是那种从新鲜粪便上飞起来的苍蝇,别提多难受了,苏绍,这人太不给面子了,手下有人替苏木不平, 哼,苏木冷笑,等会对我狠狠地打,听说这小子从不认输,所以下手也别留情,今天一定要让他知道,得罪本少的下场 是,杨开走进屋子,将肩膀上的小包裹取了下来,这一包裹草药,可是自己三天来的收获,不先放下来,杨开有些不放心 等放好包裹之后,杨开才再次走了出来,一脸认真的看着苏木道 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苏木恨恨地看着他,满脸的忧怨,有种要吐血的冲动 刚才自己一句台词准备了好半赏,还没来得及说,便被杨开打断 此刻见他又开口询问,连忙威风八面,迫不及待地喊了出来 杨开,莫说,本少不给你机会,只要你今天,当着诸位师兄弟的面,给我跪下磕几个响头 再叫几声爷爷,我便绕你不死 要不然 哼哼哼 那几声哼意味深长,威胁的味道油然而生 说吧,苏木面上一片报仇血恨后的痛快表情 宛若真把杨开怎么了 杨开缓缓摇头,痛心疾首地看着苏木 怎么?苏木心头一虚,主要是杨开太气定神闲了 搞得他心中有些没底 毕竟在乌眉镇吃过杨开一次亏,心灵上有些阴影 不笑啊 杨开叹气 为官之人恶然 苏木恶然 心想这怎么就不笑了 你什么意思? 苏木凶神恶煞地问道 不明白 来我教你 杨开一副好心人的模样 尊尊善诱 我且问你 你有长辈在凌霄阁吧 算你有点眼力 苏木尾巴都快翘到天上了 杨开微笑 心想你这么大张旗鼓地跑来报复我 自然是有所依仗 要是上头没人 你哪敢这么放肆 还要烧我的房子 此人在宗门内直圈不小吧 杨开又问 长老直直 苏木哼道 我还有个姐姐是何心弟子 随便伸出一根手指头 都撵死你 杨开恍然 对苏木的底细有些了解了 这才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这就对了 太不笑了 什么对不对的 苏木大怒 绕来绕去 被杨开给绕得头晕眼花 还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想不明白 你这脑袋怎么长的 杨开皱着眉头 怜惜万分地望着苏木 耐心解释道 你那姐姐论辈分该是我师姐 我若真的叫你那啥 那你姐姐怎么称呼你 那位长老又该怎么称呼你 不笑啊 大不笑 我要是那长老 今天就把你关到困龙建 让你一辈子都别想出来 苏木身躯一阵 面色苍白 困龙建 可是林霄阁最恐怖的地方 林霄阁绵延数百年 弟子几十代 总有一些弟子出了师门之后 干尽坏事 犯下滔天大罪 而这些十恶不赦之徒 一旦被宗门抓住 就会被废去修为 丢进困龙建 基本上进了那里 就等于死了 困龙建三个字 在这方圆几千里内 可是大名鼎鼎 凶名昭著 苏木倒不是害怕杨开 只是听到这三个字 本能的有些畏惧 察觉苏木状态不对 跟随他过来的一人 赶紧上前道 苏少 这小子牙尖嘴利 莫与他成口舌之勇 今日 我们来是为你出气的 嗯 苏木缓过神来 有些恼羞成怒道 杨开 别说些有的没的 今天你若不跪下道歉 本少定 让你后悔出生在这个世上 杨开眼中冷光一闪 握了握拳头道 苏师弟 这是要与我过过招 苏木比一道 我倒是想 可你不争气 还没那个资格 本少可是脆体进九层 听他这么一说 杨开顿时明白了 宗门规定 弟子切磋挑战 实力相差 不得超过三层 苏木确实不能挑战杨开 两人的差距太大 这也是他为什么带人来的缘故 这些人可不单光是撑场面的 苏木一脸蔑视地望着杨开 嘴角擒着冷笑 头也不偏地道 各位 这位杨师兄 据说已经修炼到了脆体进三层 哪位兄弟上去领教下高招 脆体进三层 好高的境界啊 一群人轰然大笑 在场诛人 哪个不比杨开入门晚 但哪个又不比他境界高 我来吧苏少 我实力在兄弟们中最低 不过区区脆体进五层 应该能陪杨师兄玩一会 其中一人越过人群 走上前来 轻蔑地望着杨开 杨开回望着他 也在笑 笑他们的情报 已经过时了 五天前 自己确实是脆体进三层 但是今时已不同往日 不过这种事 杨开自然不会宣扬出去 五天晋升两层境界 速度有些诡异 苏木带来的那人开口道 杨师兄 我叫赵虎 可要记住 今天是谁打了你 我记下了 杨开一脸认真 赵虎看样子 是有意给苏木仗脸面 大刺刺的往那一站 冲杨开勾了勾小手指 杨师兄 莫说做师弟的不给你面子 我让你三招 能让我动下脚步 就算你赢 若是不行 就别怪做师弟的手下不留情了 这猖狂的挑衅 蕴含着赤果果的轻视 让苏木看得目眩神迟 心中大呼过瘾 按道赵虎这小子 还真得力啊 知道怎么才能羞辱人 这是干得还不赖 脆体三层虽然与脆体五层只差两层 可这两层中间却有一个分水岭般的存在 能发挥出来的实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本章完 第二十二章 改写拜祭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更何况 杨开此刻模样狼狈 一看便是经历过磨难的 哪还会有什么力气战斗 再加上他本人身形干瘦 营养不良 极容易让人轻视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杨开今日再劫难逃了 就连站在附近 一棵大树上的夏宁长 也是如此 身为暗堂弟子的夏宁长 今日又不约而至 要记录杨开的战绩了 这不好吧 怎能让师弟相让 杨开有些惆怅 没什么不好的 赵虎坚持 身为师弟 让你三招也是应该的吗 哈哈 那行 杨开看样子不太情愿 既然赵师弟这么说 那师兄就不客气了 尽管放马过来 赵虎一声闷喝 双脚如磐石般触离原地 身上肌肉叠起 抱起一根根青筋 望着一步步朝自己走来 瘦胳膊瘦腿的杨开 赵虎心头冷笑 心想 就你这小身板 我一口气就把你给吹跑了 又能打出什么力道 杨开慢腾腾地走到赵虎面前 竖起一只拳头 刻意在赵虎眼前晃了晃 笑道 赵师弟 师兄可真打了呀 来吧 话音刚落 杨开的拳头 便已经砸在了赵虎的胸口上 轰的一声闷响传出 围观诸人 甚至都没看到 杨开动手的痕迹 这一拳就这么稀奇古怪地 打了上去 赵虎面色一白 胸口情不自禁地往后熬去 轰第二拳右智 打在赵虎的腹部 赵虎的身子猛地弯曲下来 只感觉一肚子酸水往外翻 啪 杨开弹出一脚 卷在赵虎的下巴上 赵虎应声飞出 跌在地上动也不动 赢了 全场鸦雀无声 静谧的真落可闻 一个个拳都震惊地望着杨开 满眼的匪夷所思 苏木的眼珠子 瞪得尤其大 险些都要裂出眼眶了 两拳 一脚 脆体径五层的赵虎 便被打飞出去 这他娘的 是脆体径三层 能干出来的事吗 虽然说 赵虎从头到尾都没还手 可这力道也太大了 百石斤的人 被轰飞出好几丈远 没点力气 怎么可能做到 而且 那速度也是爆快无比 前一刻 赵虎还面带轻蔑的微笑 下一刻就不省人事 不但小屋前围观的人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连站在树梢上观战记录的夏宁长 也是如此 他的小册子上 可是清楚地记载了杨开的战绩 两年多时间 147败无遗圣计 居然在今日被改写 而且 赢得还如此干脆利落 夏宁长本来身体轻盈地踩着树枝 风姿卓越 结果震惊之下 一口元气没缓过来 轻身之法中断 身子猛地往下沉去 哗啦啦一阵清响 这个蒙面女子 从三丈高的树梢上一路栽下 小屁股先着了地 不禁挨腰 一声惊呼 幸亏她身手敏捷 反应也不慢 在最后关头借了点力 要不然 这一摔 后果恐怕还挺严重的 绕事如此 两半翘臀 也是火辣辣的疼 紧抿着阴唇 碱水双瞳中 都荡起了一层雾气 强忍着疼痛缓缓站起 两只修长的眉腿 有些微微颤抖 夏宁长紧张地四下观望 发现并无人看到自己 这才松了一口气 若是这模样被人看到的话 那丢人可就丢大了 运转元气 化解臀部的疼痛 夏宁长双眸中闪着光芒 实在是有些想不明白 怎么才几天时间不见 这个阳开实力增加了这么多 那些围观的人实力不高 看不出什么名堂 可夏宁长的眼力 又岂是常人能比 刚才阳开动手的一瞬间 夏宁长清楚地感受到 他经脉中气感的鼓动 能修炼出气感 分明已经到了脆体近四层 而且看样子 阳开的实力 好像还不止四层 只是 前些天 他不是才脆体三层吗 这个臭湿垫 竟然隐藏了实力 不但夏那些人一跳 还把自己给吓得从树上掉了下来 真是可恶至极 隐隐的 夏宁长已经把屁股上的疼痛 归咎到了阳开头上 阳开瞥了一眼夏宁长藏身的方向 刚才夏宁长那一声惨叫 虽然短暂 却被他给听去了 不过隔得有些远 并没发现什么异常 便不再纠结 只是眉头紧皱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仿佛有些不满意 阳开确实不满意 毕竟这是得到傲骨金身之后 第一次与人切磋 一时力道没控制好 竟然把赵虎给打飞了 本来他只想让对方动动身子的 看样子 自己这力道比预计的要大一些 场中 苏木第一个回过神来 指着阳开大声喊道 你耍诈 阳开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苏师弟 饭能乱吃 话不能乱讲啊 我哪里耍诈了 苏木一时语色 是啊 哪里耍诈了 赵虎自己大刺刺站在那里不动 口放狂言 要让阳开三招 结果人家就真的 用三招搞定了他 众木睽睽之下发生的事 又怎是耍诈 又怎么能耍诈 苏少 看样子情报不对啊 这小子的实力 不止脆体进三层 只怕是已经晋升了 要不然 怎么能打得动赵虎 有眼力精明的人 看出些端倪 轻声对苏木道 原来如此 苏木点头 脸色阴沉 赵虎太大意了 若是真的与他动手 又哪会被他击败 在苏木的想法中 赵虎这一次落败 纯粹是大意的缘故 毕竟阳开就算晋升 也不过是脆体进四层 与赵虎还是有些差距 真的动手的话 阳开必败无疑 杨师兄 你隐藏得不错呀 苏木阴冷地望着阳开 今日一口气没出掉 憋在心口实在难受得紧 阳开不可置否地 耸耸肩膀 咱们来日方长 下一次 你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苏木冷哼一声 领着来人原路返回 他手下愤出一人 将昏迷在地的赵虎背起来 临走时 还恨恨地瞪了杨开一眼 这梁子是真的结下了 杨开倒也不在意 反正宗门自有宗门的规矩 他们想要找自己麻烦 就得来挑战 而且 自己这修炼 也要有人来释手 要不然还不知道 自己成长到了什么程度 心中抱着这个念头 杨开觉得 与苏木结仇倒是幸事 今天这一战 实在是有些不过瘾 哎 杨开有些不满足 苏木走了 热闹也看完了 围观的人群自然也散去了 不过许多人都 还是有些如坠梦中 那个两年多未长一生的 试炼弟子杨开 竟然在今天打赢了一场 虽然其中有取巧的成分 可毕竟是赢了 本章完 第23章 一个不得了的玩意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这是在观战的普通弟子之间 掀起了轩然大波 若不是顾忌苏木的身份 恐怕都要人人奔相告走 传播这个消息了 但因为 此事关系到苏木 众人倒也识去 并没敢四处乱说 只把今日的事情 闷在了肚子里 小屋前终于清静下来 看了看天色 杨开有些郁闷 今天被苏木这样 一耽搁 已经误了修炼脆体片的时辰 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回到屋子 将自己剩下的最后一套衣服取出来 杨开跑到旁边的小池塘边 拖去身上破烂的衣物 准备洗个澡 这几天竟在山里晃了 而且 又与花被蜘蛛打了一架 身子上确实有股意味 夏宁肠偷偷摸摸地 朝小屋旁靠近过来 他想看看 这个湿地 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 刚才隔得太远 感觉有些不清楚 可小屋里并没有人 绕到屋后 夏宁肠明眸一扫 入眼看到的 竟是两片白花花的屁股 视线上挪 只见杨开竟已拖得清洁溜溜 一丝不挂 正摆出一个跳水的架势 夏宁肠的小脸 刷得就红了 虽然她实力很高 可毕竟还是个 未经人士的少女 别说屁股了 就连男人的大腿 她都没看过 现在骤然看到这种场面 哪里能承受得住 太刺激了 夏宁肠一颗芳心 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赶紧把身子藏了起来 怎么自己经典雨 那里这么有缘啊 可怜的姑娘家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哪里还顾得上窥探杨开的秘密 跺了跺脚 身形一闪 便消失在原地 这个臭湿地 湿门重地 竟如此不检点 光天化日之下赤身裸体 真是太无耻 太不要脸了 池塘中 杨开一边洗澡 一边检查自己的身子 她发现 自修炼了脆体片之后 自己这一身肌肉 明显要比以前精壮皆是许多 虽然还是瘦 可瘦得有味道 而且 昨日大战花呗蜘蛛 在腹部留下的伤痕 此刻竟也已经结巴 只有手臂上那个 被花呗蜘蛛贯穿的伤口 还有些隐隐作疼 毕竟是通透伤 不可能好得那么快 可也没自己想象的那么严重 看这架势 基本只需多养几日就能痊愈 回想起昨日置之生死的一战 杨开又有些兴奋了 也不知为啥 自己现在好像越是面临险境 就越有干净 自己原本不是这个性啊 难不成自己潜意识里 就有受虐的倾向 活了十几年才突然觉醒 想到这 杨开连忙沉入池塘中 憋了好大一口气 半嗓才冒出脑袋 虽然有很多事急着去办 但是杨开洗完澡 穿好衣服之后 还是拿着扫把去扫地了 这毕竟是在凌霄阁内的工作 既然接了这个活 就得认真对待 扫地的时候 杨开很明显地感觉到 今天许多师兄弟 看自己的眼神都有些不对 充满了疑惑 想来这些人都是早上看了热闹的 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能把照护给打晕过去 杨开风轻云淡 老实工作 扫完地 杨开回到木屋 将包裹打开 从里面把自己需要的三叶 残魂花和绝地枯木草取出来 再将剩下的放回去 这些剩下的草药 杨开留之无用 倒是可以卖给贡献糖 换些贡献点 抓起包裹 杨开正要出去 结果想了想回头 又换上了那套满是血污的破衣衫 再把自己画了个大花脸 这才冲出去 贡献糖 孟老头正端着茶壶 坐在柜台后面 翘着二郎腿 悠哉悠哉地品着香鸣 嘴里还哼着摸来摸去的小曲 莫然 门口处人影一闪 孟老头有气无力地抬眼看去 正想骂一声 哪个兔崽子不开眼 一大早就来打扰老夫清静 却见杨开狼狈不堪地走了进来 破烂的衣服 根本遮挡不住她的春光 两条大腿若隐若现 腿上的毛发 鲜毫必现 门口处经过的两个林霄阁女弟子 见到此景 惊呼流氓 五面羞退 孟掌柜何等定力 上过刀山 下过火海 尸骨银山仍面不改色 图成石座也云淡风轻 此刻也是一口茶水喷了出来 毫无形象可言 小杨开 你这是闹哪样 孟老头险些凌乱 匆忙站起身来 目瞪口呆地望着杨开 杨开冲到柜台前 喘了口大气 我回来了 吃了不少苦吧 孟掌柜好声可怜杨开 几日前杨开 从他这里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没想到只是去了一趟黑风山 竟然就搞成这副德行 这人不忍鬼不鬼的 简直太悲惨了 嗯 是有些凶险 杨开点头也不再废话 赶紧把包裹打开 指着包裹里一堆草药道 不过收获也不错 孟掌柜 这些草药贡献堂收吧 孟掌柜定眼一看 眉头揪了起来 才区区繁极下瓶的草药 根本没啥价值 贡献堂内这种草药多得很 收了也没地方放啊 正要拒绝 孟掌柜 却看到杨开正一脸期待地望着自己 再看看 他的一身行头 心中顿时一软 点头道 嗯 收的收的 每两株草药 换一点贡献 那你点点 杨开也没还价 把包裹往前一推 孟掌柜轻点一番 共计草药三十二株 合计十六点贡献 当下为杨开寄在账上 你在黑风山跑了三天 就弄到这些啊 孟掌柜随口一问 能弄到这些 已经不错了 杨开一边说着 一边贼头贼脑的 朝四周张望 嗨嗨 是不错 孟老头实在不忍心打击杨开 毕竟他也知道 杨开的艰辛处境 这小子资质不好 却肯用功 现在能这样吃苦耐劳的年轻人 已经不多了 可惜啊 资质却是他的硬伤 注定这辈子没多大成就 正在心中感慨的时候 孟掌柜见杨开贼眼乱瞄 不禁胡一道 你在看什么呢 杨开神神秘秘地凑上前去 低声道 孟掌柜 我这次进山 好像找到个不得了的玩意 见杨开如此谨慎小心 孟掌柜心知 那不得了的玩意 恐怕非比寻常 当下素了素脸色 同样低声询问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这不是带回来 让你帮我看看吗 你老见多识广 肯定能认的 杨开一边说 一边从屁股后面一摸 又摸出一个包裹来 轻轻地放在柜台上 本章完 第二十四章 地级夏品雪灵芝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孟掌柜打量他一眼 见他神色期待中 还有些紧张 不由也谨慎了起来 轻手轻脚地打开包裹 眯眼朝里看去 碗口大小 暗红之色 似蘑菇 似灵芝 造型还真的不赖 颇有一股天才地宝的风范 看 嗨嗨 孟掌柜不由轻咳了几声 杨开紧张地望着他 轻声发问 这是什么东西 孟掌柜神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回答 反而问道 从哪找来的 一个山洞里 里面还有一只一级妖兽守护呢 结果被我给杀了 这才把他给踩了出来 孟掌柜心中一跳 你遇到妖兽了 不是告诉你 不要深入吗 没深入 也不知他 怎么会在黑风山外围 杨开有些冤枉 孟掌柜叹息一声 心想这小子弄成这样 恐怕正是因为跟那妖兽打了一场的缘故 以他的实力对付妖兽 纵然只是一级的 也绝对不是那么容易 可怜的 小小年纪千辛万苦 在黑风山跑了三天 才赚到区区十六点贡献 又立敌一只一级妖兽 闲死还生 若是叫他知道 这玩意 这玩意 不妥不妥 这太伤人了 罢了 老夫难得做回好事 就当是积德了 杨开见孟掌柜面色凝重 却始终没有回答 不禁等得有些焦急 刚要再询问 孟掌柜却是挤了一口茶水 砸吧砸吧嘴 挤出一丝笑容道 你小子倒是运气不错 听到这个答案 杨开一颗提着的心 顿时放了下来 他还真担心这东西一文不值 那可就闹了大笑话 孟掌柜 这到底是什么 值多少贡献 杨开搓起手来 期待万分 嗯 这东西啊 叫血灵芝 是难得的药材 乃是凡 孟掌柜话还没说完 一看杨开的脸 浮现出失望之色 盲不迭地改口 不不不 乃是地级下品档次 嗯 就是地级下品 没错 语气之坚定 说得孟掌柜自己差点都信了 地级下品 杨开惊喜 孟掌柜你没看错吧 孟掌柜把脸一板 笑话 老夫一生月女 嗨嗨 月药无数 练就一双火眼金金 哪里会看错 那能换多少贡献 杨开只对这个感兴趣 算你二十点好了 这么少 杨开有些小失望 本来他以为这东西能位列低级 怎么也得大几十点贡献 不少了小子 孟掌柜 心想这可是白给的 哪能给你太多 不过口头上却是找了个理由到 虽然你找的这雪灵芝是地级下品没错 不过个头却小 年分不高 所以只值二十点 哦 杨开也没反驳 爽快到 那就二十点吧 孟掌柜点头 又记录再账 这一次晋山 除去自己需要的三叶藏魂花 和绝地枯木草之外 总共收获三十六点贡献 算上之前传的 自己就已经有四十八点贡献了 杨开顿时觉得 自己有些财大气粗起来 不过 晋山虽然能采药换贡献点 但也相当单的修炼时间 而且也得碰运气 有些本末倒置的感觉 虽然心热 杨开还是决定 以后若非到了逼不得已的时候 还是不要这样做了 积攒贡献点的目的是 为了修炼 这两者之间的主次要关系 杨开还是能分清的 并没被这次的收获冲昏头脑 自己现在有不少三叶藏魂花 最后在那个山洞内一下就采了三四十猪 倒是绝地枯木草数量很少 只有区区五六猪而已 真要用来修炼的话 恐怕有些不够 还得从贡献堂兑换些 有备无换吗 打定主意 杨开道 孟掌柜 给我十猪绝地枯木草吧 孟老头看了他一眼 虽然疑惑 他要这个干什么用 却也没多问 只是好整以侠地望着他道 十猪反击下品草药 十点贡献 确定需要吗 杨开眉头皱了皱 胡一道 不对啊 你刚才不是说两株草药换一点贡献吗 收取价是收取价 售卖价是售卖价 不一样的 孟掌柜笑得格外灿烂 一股浓浓的奸商味道 油然而生 杨开怒 指着孟老头的鼻子道 你这完全是倒买倒卖啊 从中谋取差价 太可耻了 你良心给狗吃了吧 孟老头白手道 这可不是我要倒买倒卖 这是宗门定的价格 跟我无关啊 贡献堂内一英货物 明码标价 童所无欺 老夫只是负责看厂子的 要不然 你以为宗门怎么养活 你们这三千弟子 杨开愕然 想象也是 做生意还讲究赚钱呢 若大一个灵霄阁 没点手段的话 三千弟子怎么活 虽然这确实有赚取差价的嫌疑 可又没人逼着你买 逼着你卖 那你还要不要决地枯木草了 孟掌柜见杨开一脸肉疼 心情顿时不错起来 药 杨开咬了咬牙 早晚都是要用到的 既然不想进山采药 那我有在这里买了 孟掌柜转身就去了后堂 不多时 拿了石株绝地枯木草过来 杨开轻扁一番 孟掌柜记下账目 哼 吃了个孟亏 杨开有些不乐意 拿着草药扭身就走 有空常来啊 孟掌柜在后面热情招呼 常来让你宰啊 杨开总算知道 这个孟八皮的名号 是怎么来的了 三步并坐两步走 杨开火急火辽往外冲 行至门口处 一道人影从外面闪进 差点与杨开撞个正着 两人的反应都相当迅速 杨开猛地停步 对方也停了下来 倒是一股沁人心脾的香风迎面扑来 抬头一看 杨开见到一双如明月般的眼眸 正盯着自己 面容却看不清 因为这人竟然蒙着面纱 这时的女子 虽然看不清真容 可从肌肤的色泽上来推断 年纪应该不大 估计是自己的尸姐 杨开冲她点头 略表歉意 然后让开半个身子 那意思是 叫她先进来 哪知对方愣了一下之后 耳根突然红了 望着自己的眼神 都躲躲闪闪起来 这模样 让杨开看在眼中 心想这尸姐倒是挺害羞的 连忙撇开目光 免得唐吐了对方 夏宁肠尴尬死了 她压根就没想到 自己会与杨开在贡献堂门口碰面 一见到此人的面容 夏宁肠就想起了自己的 又想起她的 刹那间 夏宁肠的脸就红了 耳根一阵发热 急匆匆闪进屋内 头也不敢抬一下 杨开觉得有些好笑 胆小成这样的女子 倒是不多见 林霄阁内也多有女弟子 可习武之人 一般都比较豁达 乃像她这样 只是被自己看一眼就脸红 怪不得会蒙着面纱 这个师姐倒是有些可爱 只是为什么自己感觉 她身上这股香味有些熟悉 仿佛在哪闻到过似的 本章完 第25章 香炉的妙用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夏宁肠进了贡献堂 偷偷往后一瞥 发现杨开已经走了 这不禁让她悄悄呼了一口气 大概是因为早上的事情 始终让她有些做贼心虚的感觉 正心乱如麻的时候 却听到孟掌柜站在柜台后 一阵哀声叹息 怎么了师父 夏宁肠问道 我再可惜刚才那小子 孟掌柜唏嘘不已 是个好孩子 肯吃苦又耐劳 品性也不错 脾气更是不坏 夏宁肠一听自己的师父 如此赞誉阳开 顿时气恼起来 心想你还不知道 他早上对你徒弟干了什么 居然拖得光光的 玷污了你徒弟的眼睛 还把人家吓一跳 孟掌柜说个不停 夏宁肠越听越是气恼 伸出手猛的 在柜台上一拍 啪的一声 有什么东西 被拍碎的声音响起 孟掌柜定眼看去 面容顿时扭曲 撕心裂肺的嚎啕起来 我那价值二十点贡献的 地级夏品雪灵芝 这是雪灵芝 夏宁肠看着桌面上 已经成为粉末的东西 心想师父是不是老眼昏花了 这怎么是雪灵芝呢 不是不是 为师看错了 孟掌柜轻吹一口气 柜台上的粉末 顿时飞了出去 就像是被一只 无形的手捏住 散在门外 沿路没落分毫 对了 你今日来找为师 是干什么的 孟掌柜整了下脸色 难得的严肃 我突破了 孟掌柜面皮一动 仔细地查看了 夏夏宁肠的境界 不由连连点头 好好 我果然没看错 唯有你这种体质 才真的适合这功法 来 把这梅丹药吃了 能稳固你的境界 嗯 夏宁肠接过 吃一片刻才轻声道 师父你的伤怎么样了 孟掌柜微微一笑 不用担心为师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没什么大碍 杨开带着一种兴奋 而又期待的心情 赶回了小木屋 如今三叶藏魂花 和绝地枯木草 都已被脱 而且数量还不少 应该够用 一段日子了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杨开很想知道 那个香炉 是不是真的能辅助自己修炼 木屋这边 是灵霄阁最偏僻荒凉的位置 基本上无人问津 所以杨开到布鱼 暴露自己的秘密 走进屋内 将无字黑书召唤出来 翻到第三叶 再取出香炉 放到床边 又取来三叶藏魂花 和绝地枯木草 把两种草药塞进去 然后盖上盖子 刹那间 一股淡淡的一香 便充斥在木屋之中 杨开生锈一口 用心地感受一番 发现这股香味 虽然有些特别 可也没什么太 值得注意的地方 而且自己吸了 这一口之后 身体也没什么感觉 不过 从香炉盖子的孔洞中 源源不断涌出的香气 却是肩不容发地 朝杨开的鼻孔中钻来 就好像 一条条细长的小蛇 诡异无比 顺着杨开口鼻 进入到他的体内 身体中 好像突然多了一些什么东西 血肉里 经脉内 甚至就连骨髓中 一阵阵酥麻的感觉 传遍全身 杨开不敢怠慢 连忙捧着香炉 跑出去准备修炼 一步迈出 杨开顿时惊讶 自己这一只脚 好似灌了牵 沉重无比 而且 随着这一脚的迈出 自己的体力 也在迅速流逝 又迈出一步 杨开竟有些 浑身虚脱的错觉 一身冷汗刷得冒了出来 浑身的肌肉都绷紧了 体内才修炼出没 多久的气感 在经脉里扑扑直跳 浑身的骨头 咔咔作响 第三步踩出去 杨开双脚一软 直接跌跪在地上 手上的香炉 也滚出去老远 双手撑着地面 杨开不动如山 但粗重的喘息 却犹如抽动的破风箱 胸口剧烈起伏 一身的血肉在抽搐 筋脉 内脏 骨头 一阵阵膨胀 收缩 苏麻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杨开想吼 却死死地抑制住了 自己现在这情况 分明就是劳累过度的状态 以前也经历过几次 所以杨开还算熟悉 但 自己刚才明明只是走出去三步而已 怎么会耗光所有的体力 不但是体力耗完 就连精神也是疲惫不堪 仿佛几天几夜没睡觉 卷一袭来 眼睛都有些模糊了 可以说自己现在是精气神 跌落到最低点 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这一瞬间 三叶藏魂花 和绝地枯木草的药效 浮现在阳开的脑海中 两种草药都有微毒 毒性不强 一般人就算吃几株都没关系 但前者伤神 后者伤身 结合自己现在的身体情况 杨开有些明白了 恐怕正是因为自己吸入了香炉里的一香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事 但无论是三叶藏魂花 还是绝地枯木草 都不可能有这么强烈的药效 玄机定势 出现在香炉中 它能将这两种草药的药效 无限地放大 自己得了傲骨精神 恢复能力极强 那天修炼了许久 都感觉不到劳累 自然无法达到极限 到不了极限 就逼迫不出自己的潜力 可现在不同了 自己单单 只是走上三步 就已经筋疲力尽 如此简单 就到了极限状态 以后 还怕无法修炼吗 阳开一直坚信 人的潜力是无穷尽的 关键在于如何挖掘 资质这种东西 虽然能左右一个舞者的成长 可自身的努力 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所以这些年来 即便他知道自己资质不行 也一直孜孜不倦 从不放弃修炼 想到这里 阳开精神大振 双手渐渐用力 撑起疲惫不堪的身子 两只大腿剧烈地颤抖 阳开轻筋暴露 牙子欲裂 一点点 一寸寸地将自己撑起来 体内的所有体力 几乎已经被抽干 意识也即将模糊 可心中一股执念 却凶猛迸发 一生中从未有 如此强烈的念头 想赢的念头 站起来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站起来 站起来就是突破极限 就是胜利 时间从未流逝得如此缓慢 一盏茶的功夫 阳开才半直起身子 双脚也踩到了地面上 双腿微曲 打摆子似的抖动 可支起身子的趋势 却如此坚定 纵然缓慢 也从不曾改变 终于 伴随着阳开的一声怒吼 他的身体挺拔起 微微一个亮呛 脚步坚定不移地 定住在原地 本章完 第26章 小人报仇 一天到晚 小说 五练巅峰 作者 默默 这一刻 阳开笑了 纵然体力和精神已经枯竭 双目无法事物 两耳嗡鸣不已 脑中刺痛如针扎 他依然笑了 赢了 这种战胜自己的喜悦 远远要强烈过战胜别人 正当阳开 以为自己要昏倒的时候 体内却是突然有一股温热的感觉传了过来 这股温热是从骨头里冒出来的 犹如春风雨露 又如酒汗甘霖 刮过自己每一寸肌肤 每一寸血肉 带来一阵薄薄生机 酷竭的体力恢复少许 就连精神也好了许多 虽然没有全部恢复 可也不至于就此昏迷 阳开也没在逞强 而是坐到了地上 细细感受自己身体内的情况 他发现 原本体内的酥麻感 已经消失不见 反而变成了一种舒畅 全身的血肉 有节奏地运动着 伴随着这股运动 明显变得扎实 有爆发力 经脉内的气感 突突个不停 骨头好像也结实不少 但是这一下 自己的身体 好像就强壮许多 阳开沉思起来 那最后关头 从骨头里涌出来的温热 应该是傲骨精神的功劳 前后经历过几次这样的事情 阳开也算是把握住了关键 唯有自己面对困境时的不屈和坚韧 才能激发傲骨精神的这种潜在能力 如果自己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妥协了 那傲骨精神便不会给自己提供任何助力 还真是一具有个性的精神 阳开轻笑一声 到了此刻 他算是明白香炉 为什么能辅助自己修炼了 香炉里添加进去的草药药效 被千百倍的放大 自己吸入之后 加大了体力的流逝速度 精神的疲倦程度 所以 自己刚才只走出三步 便差点不省人事 但这种被香炉放大的药效 虽然强横 可应该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后遗症 否则也不能辅助修炼了 而唯有克服这种困难 激发出傲骨精神的恢复能力 自己才能得到真真切切的好处 才能再一次次突破极限中变强 香炉中飘出的一香 与傲骨精神同样是相辅相成的 这一切 都是杨开自己的猜测 但结合刚才发生的事情来看 基本上也就是事实了 接下来 杨开得仔细验证一下 才成 香炉里的一香一直不曾断歇过 纵然屋内无风 也是循着杨开的方位飘了过来 不过杨开发现自己 如果停在原地不动的话 这一香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休息了半个时辰后 杨开觉得自己恢复了不少力气 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杨开再次迈脚朝前走去 吃过一次大亏 这一次杨开走得相当缓慢 一边走一边也在仔细感受 一脚落地的时候 杨开发现自己身体内的力气 就好像绝地的洪水 哗啦啦往外流逝了出去 精神上也是如此 突然就疲惫不堪 毫无缘由 也没有兆头 再一脚 才恢复没多少的力气 被彻底抽干 杨开险些栽倒 强咬着牙关 杨开的倔强脾气又上来了 拼了命地挪动脚步 这一次杨开走出去 四步才不得不停止 心里虽然不愿意服输 可身体已经跟不上了 实力毕竟还是太差 体内的温热感觉 又一次从内徐徐散发 恢复的力气 让他不足以就此昏迷 接连试验了很多次 杨开的所有猜想 都被证实是正确的 香炉里飘出来的一香 虽然让人倍感疲惫 可也不会造成后遗症 而傲骨精深 也需要自己的信念来刺激 心中越是不屈 温热感越强 对身体的好处也就越大 这种修炼方式 简直匪夷所思 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拿命再玩 一不小心 就是万劫不复的程度 好在杨开很有自知之明 每次都是稍稍地突破极限 便罢休 这样一次次积累下来 效果也很可观 人的潜力确实无极限 可想要变强 总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整天的折腾 杨开的进步很明显 已经能走出六步了 比起第一次 有着十足的长进 但杨开还是不满足 自己现在只不过是在 闻着一香的情况下走路而已 若是什么时候 能在一香中施展出拳脚 那才是真的修炼 紧接着 杨开又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问题 这样修炼 对草药的消耗太大了 在香炉里 投入三叶藏魂花 和绝地枯木草各一株 差不多只能维持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后 又要再次往里面放草药 才能产生一香 杨开掐指一算 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一天十二个时辰 自己每天修炼七八个时辰 这就得至少十四株草药 才能支持啊 以自己现在的储备来看 顶多两天功夫 绝地枯木草 就会消耗完毕 三叶藏魂花 也会消耗过半 若是这些草药消耗完了 该怎么办 自己现在的贡献点 只不过才三十八点而已 又能支持几天 本来以为自己挺财大气粗的 结果现在一看 却依然是穷得掉渣 是夜 杨开带着深深的烦恼 睡去 满脑子都是 如何弄到草药和贡献点 连做梦都是遇到了一大片 三叶藏魂花和绝地枯木草 踩得手脚发软 这一夜 杨开没怎么睡好 这一夜 苏木也没怎么睡好 想起早上气势汹汹地带人 去找杨开麻烦 结果却被他打赢了 苏木就有些辗转反侧 若不是他 自己现在说不定 已经与米航何老板的闺女 勾勾搭搭搭了 若不是他 自己乃会受着一肚子的气 想起和家女儿水灵灵的模样 苏木就满腔愤懑 自己以后再也没脸面 去接触对方了 俗话说 您拆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杨开你棒打鸳鸯 简直欺人太甚啊 又俗话说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小人报仇 一天到晚 苏木无疑属于后者 虽说几天之后 又可以再次挑战杨开 但苏木哪能等到那时候 他恨不得 现在就把杨开抱锤一顿 这样才能解了自己的心头之恨 翻来覆去睡不着 苏木恼火之下就起来了 不但自己爬了起起来 还在三更半夜的把自己手下一帮小弟也折腾醒了 本章完 第27章 切磋一下又不会怀孕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不多时 苏木的屋内围惧了一群睡眼心疯的林霄阁弟子 苏绍 有什么事吗 一人柔眼问道 没什么 还是早上的事 苏木努力平复心情 把大家叫过来 也就是想让各位给我出出点子 看怎么才能报了此仇 结我心头之恨 又一人道 苏绍 再等四天不就行了吗 四天后 我去挑战那个杨开 保证把他打成猪头 苏木不愿 能等到那时候 我叫你们过来干什么 一群人睡得正香被吵起来 现在显然没什么精神 苏木的话也没人搭理 倒是哈千声连天 苏木一看他们的反应 更加恼火起来 当下一拍桌子喝道 都给我好好想想 今天若是想不出好主意 谁也别回去睡觉 众人惊 这才发现 苏木是真的动怒了 皆是睡意全无 赶紧运转脑筋 出谋划策起来 不多时 一个叫李云天的林霄阁弟子 眼珠子一转 想到个好主意 开口对苏木道 苏绍 咱们可以这样 一边说着 一边凑过去 富尔对苏木详说一番 如何如何如何 便能怎样怎样怎样 苏木听得心花怒放 一个劲地拍着李云天的肩膀 不错不错 这个主意好 这事就交给你办了 苏绍放心 李云天也是笑竹颜开 都回去睡觉吧 苏木大手一挥 众人心头一松 连忙散去 望着屋外黑沉沉的夜 苏木音笑起来 杨开 杨师兄 咱们天亮走着瞧 片刻后 苏木心满意足地睡去 一日 杨开起来练了一遍脆体片 便出门扫地去了 昨天用香炉修炼了一天 虽然折腾得死去活来 到现在都腰酸被疼的 可效果也相当显著 最明显的成效便是修炼 脆体片拳脚之术的时候 自己分明感觉 那天地之微变小了一些 这也很好理解 香炉里的一箱 给了自己莫大的压力 修炼脆体片 也有同样的巨大压力 一旦适应了某一种 那自然能适应另外一种 香炉是好东西啊 杨开心中振奋 想赶紧做完工作 去继续修炼 只不过杨开 才扫了一半 面前突然有一个人 挡住了去路 杨开抬头朝对方看去 一戏觉得有些面熟 此刻这人正笑淫淫地望着自己 李云天昨夜给苏木出了主意 得到今天的差事 虽然心中已有计策 却也不敢马虎大意 对付杨开 他相信是十拿九稳 现在最主要的目的是 如何让对方上当 让他与自己交手 好在昨天跟苏木去闹事的时候 他躲在人群后面 当时也没怎么说话 这个杨开应该没注意到自己 这就方便行事了 早早地等在杨开扫地的路上 李云天等了片刻功夫 果然见杨开以礼而来 当下摆出笑容 露出人畜无害的表情走了过去 刺激这面容 现在应该够和善 李云天给自己打气 这位师弟有事吗 杨开也不客气 反正现在翠体精的弟子 全是自己师弟 别看自己境界低 这入门时间早也是有好处的 见到脆体精的人都可以自称一声师兄 你是不是杨开杨师兄 李云天明知故问 杨开点头 是 李云天大喜 果然是你 杨师兄 久仰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这话说的李云天自己都感到恶心 却不得不表现得言辞诚恳 一见如故 严重了严重了 杨开自家人之自家事 自己的名字在普通弟子之间 怕是很响亮的 李云天表现得相当自来熟 一把就握住了杨开的大手 使劲摇晃 杨师兄 听闻你昨日狠狠地教训了下那赵虎 真可谓是大快人心啊 怎么 你跟他有仇 杨开打量着他 李云天脸色一冷 是有些仇怨 此人人面兽心 卑鄙无耻 曾经折辱过我 那你不去报仇 杨开祈祷 我做梦都想报仇 可是 李云天太一生气 杨师兄恐怕也知道 赵虎背后可是有人撑腰的 区区一个赵虎 我还没放在眼里 但他背后之人 却不是我能招惹的 也是 杨开点点头 苏木毕竟上头有人 平常弟子还真不敢招惹 所以 杨师兄昨日教训了赵虎 真是替师弟出了一口恶气 李云天感激替灵 杨开笑道 只是同门切磋 算不得什么 李云天又道 杨师兄能打得赢赵虎 想来实力也不算弱了 杨开摆手 雕虫小技 不足道不足道 李云天心中冷笑 心想你倒是说了句实话 昨天你若不是用计 赵虎哪里会败 不过脸面上却不敢表现出来 万一让杨开起了疑心 那就不妙了 师兄谦虚了 来来来 我李云天平日最好与人切磋 杨师兄又与我有恩 今日既然碰上了 可不能错过 李云天绕了半天 总算是找机会到处来意 杨开苦笑 你这是要与我切磋 李云天猛点头 那是自然 还望师兄不吝赐教 让师弟见识下师兄昨日 是如何教训赵虎的 也好解了我一桩心事 这理由还真是有些牵强附会 杨开摇头道 算了吧 我平时不怎么跟人打架的 李云天急了 那不行 师兄你今日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杨开笑盈盈地看着他 李云天心中一突 自己刚才急切 说话口气 不小心有些重 连忙脸上堆笑道 师弟可是好武成吃 一日不与人切磋 就浑身不得尽 还望师兄成全 不好吧 杨开拒绝 怎么不好了 这无缘无故的 李云天见杨开似有一动 连忙趁热打铁道 同门切磋 互相验证所学 哪还需要什么缘由 有意切磋一番 与你与我都有好处啊 话虽这样说 可 还是不行 不行不行 杨开连连摆手 别啊师兄 切磋一下 又不会怀孕 李云天心中焦急 口上却不敢表露分毫 心思一转 似是想到了什么 恍然道 师兄是怕打输了 被扣除贡献点吧 本章完 第28章 太小气了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面对李云天的询问 杨开没回答 李云天以为自己猜对了 当下笑道 师兄放心 你我实力应该差不多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若是师弟真的侥幸获胜 那师兄的损失由我赔偿 此言当真 杨开有些意外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李云天沉声答应 本来李云天都以为已经忽悠的杨开上当 准备大展拳脚了 他知道 苏木定是 躲藏在不远处偷看 只要能把杨开狠狠教训一顿 替苏少出一口气 那自己就能大掌颜面 却没想 杨开眉头又是一皱 李云天差点跳脚骂娘 这个师兄啰里巴缩 真心好心好凡人 跟着娘们似的 赵湖怎么会败给这种人 师兄 还有什么问题吗 李云天觉得自己 差不多处于爆发的边缘了 嗯 虽然我也想与你切磋 但我昨日已经被人挑战过了 再打的话要等几天时间才行 猪啊 李云天一口气 险些没喘过来 忙不迭地道 师兄 你可以挑战我的 我这几天还没被人挑战过 咱们林霄阁弟子 每一日不都有一次挑战别人的机会吗 原来这样 杨开恍然大悟 甘笑一声 师弟莫怪 师兄这些年还从没去挑战过别人 这个规矩倒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李云天缓缓地呼出一口气 仿佛想把自己心中的怒火和郁闷 一起吐出去似的 好半场才到 师兄 现在咱们可以切磋了吧 杨开又有问题了 师弟 我要是打输了 你真的赔我贡献点啊 赔 绝对赔 而且是十倍赔你 李云天咬牙切齿 杨开摇头 我不信 除非你 先把贡献点给我 这怎么给你 李云天郁闷坏了 贡献点可都是记录在账房处 又不能随身携带交易 这师兄当的 也太小肚鸡肠了 难道这种事 自己还会来账吗 我倒是有个主意 杨开诡诀一笑 对李云天招手 然后 傅尔低语几句 李云天脸色变了好几遍 不得不承认 这个杨开的思维当真敏捷 连这种办法都能想得出来 师弟要是觉得为难就算了 倒不是做师兄的信不过你 只是 杨开欲擒故纵 以退为敬 欲言又止 李云天乃不知道他的意思 心中虽然鄙夷 可为了自己的计划 也只能忍了 开口道 无妨 师兄你等着 我去取了东西就来 等着啊 我速度很快的 说话间 便急匆匆地跑了 望着他消失的背影 杨开感慨万千 这世道 还有人送上门 求着自己揍的 一求不成 还要送东西 真是古怪 不过这样也好 也算是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 可惜啊 这法子只能用这么一次 下一次就不能再使了 一时间杨开有些懊恼 早知道 刚才就狮子大开口 狠狠地载他一顿了 以这个李云天的迫切 估计自己刚才 要求提得再过分一些 他也会答应下来 苏木带着一群人 藏椰在不远处 本来见李云天和杨开 接上了话 都是心头暗喜 只准备瞪大眼睛看好戏 却没想到 片刻之后 李云天竟急匆匆地跑掉了 这一幕 让苏木一头雾水 昨晚说的计划 没这不啊 李云天搞什么鬼呢 苏木心中疑惑 连忙派人去接李云天 想问问那边的情况 等了一刻钟 派出去的人才回来 低声对苏木道 苏绍 李云天说 那杨开小肚鸡肠 非得让他先去贡献 糖患十株草药 赔偿他战败后的损失 才愿意与李云天切磋 这也太小气了吧 苏木瞠目结舌 杨开不过是试炼弟子 被打败也就损失一点贡献 怎么要赔偿十株草药 那人回到 李云天自己夸了大口 要十倍赔偿 所以 嗯 活该 苏木脸色古怪 不过算了 只要能教训杨开一顿 十株草药算什么 十株草药 估计也就是十点贡献 还真没被苏木放在眼中 一群人知道了情况 也只能按兵不动 苦苦等待 半个时辰后 杨开差不多把地都扫完了 李云天这才一脸汗水地跑回来 倒不是此地距离贡献堂太远 而是贡献堂梦老头还在睡觉 被李云天敲了半天门才行转 梦老头春梦被打扰 脾气自然不好 李云天没来得及教训杨开 倒被梦老头宰了一顿 十株反击下瓶的草药 足足花掉了二十点贡献才换来 李云天心中那个气啊 暗暗发痕等会 一定要在杨开身上找回利息 到了约定的地方 杨开果然没走 踢着扫把正站在那里 李云天三步并坐两步 气喘吁吁地跑到跟前 将手上的十株草药 一把递了过去 没好气到 给师兄点点 呵呵 不用了 杨开显得很大方 只是结果 看都没看 便将扫帚和草药 一起放到了地上 师兄 现在咱们可以切磋了吧 李云天问道 可以了可以了 本来师弟就不用如此麻烦 师弟一句话 师兄信得过 杨开乐呵呵地笑着 李云天差点背弃的一佛出窍 二佛升天 三佛涅槃 四佛同堂 说 先要草药的是你 说信的过又是你 好话坏话全让你一个人说尽了 老子忙活一早上都还没吃东西 难不成白跑了 不过算了 李云天喘息几口 定了定心神 如今目的已经达成一半 这杨开只要敢挑战自己 那自己定不会手下留情 那师弟 咱们开始吧 杨开征询李云天的意见 好 李云天精神大振 当下抱拳道 请师兄指教 不敢不敢 杨开面含微笑 两人谁也没向对方抱自己的当前境界 李云天是怕把杨开吓跑了 杨开也乐得如此 心照不宣之下 一场挑战就这么开始了 有了赵虎昨日的前车之剑 又有今日的憋屈仇怨 李云天哪会客气 只准备以雷霆之势 放倒这个师兄 电光火石的交锋 气沉若渊的陈鹤 闪躲藤螺间 杨开和李云天便已经交上手了 李云天憋着一股怒气 出手根本没有流力 拿出真本是 双掌上下翻飞 一掌比一掌快 一掌比一掌沉 杨开不慌不忙 萧瘦的身子上肌肉绷紧 这几日修炼的成果 在这一刻展现了出来 只以林霄阁的基础攻长拳和鞭腿硬敌 拳掌交错 李云天心惊 对面传来一股大力 震得他立足不稳 登登登往后退了几步 不但如此 自己的手掌 刚才好像印在一面岩石上 反弹的手骨都有些发麻 本章完 第29章 亏大了 求推荐 求会员点击 小说 五练巅峰 作者 默默 吃了一次暗亏 李云天不敢怠慢 凭借灵活的身法周旋起来 围着杨开上条下窜 找准时机出掌 很快便在杨开身上 打了时机掌 让你小肚鸡肠 让你只是老子一大早跑去贡献堂受气 李云天心中暗爽 下手极重 每每打在杨开身上都传来碰碰的声响 看得不远处的苏木 一阵木炫神弛 仿佛是自己亲手下手似的 心里别提多痛快了 交锋的两人都是脆体筋的舞者 修炼才刚刚起步 打斗起来使出来的手段 花样也很少 再加上杨开有意试验自己现在的身体素质 倒让李云天占了不少便宜 逗了一盏茶时间 杨开心中已有了计较 自己现在这身体还行 比前些日子要好多了 目的达成 杨开也不准备再与这个师弟纠缠下去 李云天正要乘胜追击 却猛然见到 原本那个被自己打得节节败退的杨师兄 神色突然亢奋起来 就好像色中恶鬼 见到了一个脱光的大姑娘 那满是兴奋的眼神 让李云天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但仔细一看 这种亢奋与那种亢奋又有些不一样 这是一种残忍而嗜血的亢奋 李云天心中暗叫不妙 正欲拉开距离 杨开却是一步跨出 如高山峻岭般挡住了他的去路 李云天高高跳去 想要摆脱杨开的追击 杨开飞起一脚 是大力尘的扫在李云天腰间 一声惨呼 李云天如破步麻袋一般飞了出去 跌出好几丈的距离 还不等他爬起 杨开一个剑步窜了上去 蹲坐在李云天身上 双拳雨点一般落下 惨叫声顿时响起 这一场切磋最终是在李云天的 告扰下结束 本来李云天被杨开 撂倒在地猛锤的时候 还想赋予反抗 可杨开对他的攻击 竟然不管不问 一副以伤患伤的疯狂架势 没片刻 李云天便支持不住了 他发现一个怪事 被打之后 自己与杨开的反应截然不同 自己打他 越打他越兴奋 他打自己 越打自己 越是痛不欲生 这世上 哪有人挨打会兴奋的 到最后 李云天甚至看到 杨开一身皮肉 都有些红红的 肌肤下血液涌动 青筋叠起 模样猙獰 宛弱风魔一般 李云天一度以为 杨开真的疯了 可等切磋结束之后 这师兄竟然一切恢复正常 面容和蔼可亲 还亲热地把自己 从地上拉了起来 笑眯眯地说一声 承让 这才拿着扫把离开 他再战斗和不战斗的时候 根本就是两个人 李云天浑身巨疼 吃了杨开不少拳头 怎会不受点伤 这次可真是 偷鸡不成十把米 李云天欲哭无泪 人家三番两次推却 不想与自己切磋 可自己倒好 拿着用二十点 贡献换来的草药 求着人来打架 结果 自己被人打了 不但草药被他拿走 自己输了这一场 还要被扣出贡献点 这次 真是亏大了 自己这不是犯贱吗 李云天懊悔不已 苏木等人 也在不远处看呆了 李云天和杨开交上手的时候 他们甚至忍不住欢呼了一声 以庆祝李云天的计策终于成功 马上就可以看到 杨开被揍的场景了 苏木甚至已经想好了 等杨开被打成猪头之后 自己再去奚落他几句 好解了心头的郁杰之气 可当战斗打响的时候 众人都被震惊了一下 因为杨开与李云天 竟然打了个平手 一时间 苏木只觉得眼前有些晃荡 狐疑地问了一声 李云天什么境界来着 脆体进七层了 体内已经生出了些许元气 只不过时间尚短 还没休息武技 身边一人答道 杨开呢 苏木又问 估计是脆体进四层吧 语气有些不确定 一群人骇然相顾 两者实力相差三个层次 但却是打了个旗鼓相当 这简直太耸人听闻了 怪不得 昨天赵虎会被人家三招放倒 以杨开现在表现出来的实力 赵虎就算实力全开 也不是对手啊 只是 这个传闻中的兽气包实力 怎么会如此强劲 他真有这种实力的话 那以前为什么会战战皆输 杨开入门三年多 基本上是入门后一年就开始被人挑战 从那开始到昨天 从来没有赢过 这中间有两年多时间啊 让苏木等人震惊的还在后头 本来他们以为杨开能力敌李云天 暂时不倒 已经是奇迹了 怎么也不可能打赢的 可当杨开真把李云天给干掉之后 这群人顿时鸦雀无声 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脆体精四层 打赢了脆体精七层 这种事 在林霄阁几百年的历史中 也没有出现过 难道 臭咸鱼也有 翻身的时候 郑神思恍惚间 苏木突然感觉 肩膀被人一拍 扭头望去 却见杨开手上拿着扫把 笑盈盈地望着自己 一脸的亲热 苏师弟 下次有这种好事 记得通知我一声 你早就知道 苏木嘴角有些抽搐 杨开呵呵一笑 那位李师弟 昨天虽然躲在人群后面 可做师兄没别的长处 就是记忆不错 真阴险 苏木恨得咬牙切齿 直到现在他才知道 自己这群人 都上了杨开的打当 彼此彼此 杨开笑 哦对了 我明天还可以挑战的 每天都有一次机会 不是吗 各位王好 明天再找你们 一群人的脸色 立马冷了下来 听杨开这话的意思 他好像是食髓之味 喜欢上车掉掉了 看看李云天现在的模样 在对比下自己 与李云天的实力 基本每个人 都打了个寒战 惊悚到 苏绍 这是可咋办 苏木也没辙 毕竟挑战是宗门的习俗 哪个弟子没被人挑战过 他虽然有靠山 可也不敢肆意破坏宗门规矩 放心吧 估计也就是吓吓你们 他要真敢来挑战你们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一听苏木这么说 众人心头才稍稍安定 杨开也是临时起义 林霄阁弟子 每日有一次挑战的机会 以前他没使用过这个权力 结果还真的忘记了 今日被李云天提醒了一次 杨开才记起这事 一天挑战一次 打赢一个普通弟子 虽然只有两点贡献 可蚊子肉也是肉啊 一个月积累下来 数量也不菲 更何况 修炼意图绝对不能闭门造车 每日与这些师兄弟们 切磋切磋 动动手脚 确实有意无害 反正也不费时间 就当是消遣放松 还有贡献点赚 何乐而不为呢 算下来 还是今天这次挑战赚得多 不但收获两点贡献 还有石珠自己齐缺的绝地枯木草 简直赚大了 要是每天都有人给送石珠草药来 那该多好啊 杨开心中有些遐想 回到木屋处取出香炉 燃起一香 杨开继续自己艰辛的修炼 本章完 第三十章 咸鱼大翻身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第二日 一群灵霄阁弟子 正围聚在一起练功 大家有说有笑 虽然辛苦 却也乐在其中 漠然间 其中一人惊恐地望着一个方向 产生到 苏 苏少 怎么了 苏木疑惑 他真的来了 谁来了 苏木有些不耐烦 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 正看到杨开一脸笑眯眯的手提扫把 从那边湿湿然走来 一群人面色大变 早啊诸位师弟 这么早就起来修炼 真是勤奋啊 杨开冲众人打个招呼 还特意看了看其中的赵虎和李云天 有些鼻青脸肿的两人 下意识往后缩了缩 想起杨开拳头的沉重 他们就皮肤一紧 你来干什么 苏木脸色有些挂不住 虽然明知杨开的目的 却还是问了一声 毕竟昨天他可是在众人面前夸下海口的 挑战啊 杨开笑得无比灿烂 把眼一扫众人 亲切地问道 哪位师弟这几天没被挑战过的 与师兄过过招呗 林笑个宗门规矩 同门切磋 不得避战 不得窃战 为之逐出门墙 有这个规矩摆在这 苏木手下这群人纵然再怎么派杨开 只要对方提出了挑战的要求 而自己在近五日又没被人挑战过的话 明知结果是被暴打一顿 也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这一日 苏木手下张三被胖揍一顿 杨开心满意足地离去 苏木对着他的背影咒骂不已 在一日 杨开又来 苏木手下李四被殴打一番 杨开心满意足离去 苏木恐吓不断 无果 第三日 杨开还来 苏木手下王武倒了眉 被打得鼻青脸肿 杨开再一次心满意足离去 苏木骂得有气无力 等杨开再来的时候 苏木学乖了 也不骂他 更不恐吓他 因为他知道 这样做没一点用 这个杨师兄 一点都不怕自己的威胁 苏木只拿眼睛狠狠地弯着他 带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 如此三番两次被折腾 苏木手下一群小弟 顿时不干了 杨开这丝欺人太甚 林霄阁普通弟子那么多 他谁都不找 偏偏找自己这帮人 分明是打击暴富啊 而且 这群人人数还不少 杨开一天挑战一个 循环着来 每天都不会空手而归 杨开此举在整个林霄阁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试炼弟子的咸鱼大翻身 让所有人为之瞩目 自那一天 他打了招呼之后 好像整个人都变了似的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随便是谁都能捏一下的软柿子了 每天他都会找人打一场 而且美战皆胜 更传言苏木被其折腾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苏木是什么人啊 那是有大靠山的人 连他都拿杨开没什么办法 其他普通弟子又怎会去处杨开的眉头 这就导致了杨开现在没人敢挑战了 谁都知道 这个入门三年多被贬为试炼弟子 又坚韧扫地小厮的师兄 不是个好惹的主 这些消息传播出去的时候 大家都在猜测杨开的实力到了什么程度 有人猜他脆体四层 也有人猜他脆体五层 更有人猜他脆体八层 毕竟他可是连脆体近七层的李云天都击败过 但无论是谁 都不知道杨开真实境界 唯有夏宁常知道 这几日杨开每次与人战斗他都在偷窥 以他高出杨开无数层次的实力 自然看得出杨开的境界 但正是因为看出来了 夏宁常才暗暗心惊 这个师弟在打赢李云天那次的时候 才不过是脆体近五层 可不过四日时间 竟已到了脆体近六层的程度 他是怎么修炼这么快的 就算是自己体质特殊 当初在脆体近服用了不少丹药 进展也没这么迅速 魏姐疑惑 夏宁常甚至还偷偷地去扬开小屋那埋伏 查探他到底如何修炼的 可查来查去也看不出所以然 他就只是在施展着拳脚之术 并无什么异常 不过他施展拳脚之术的时候 经常就是三拳两脚 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 大汗淋淋 夏宁常想不明白 为什么林霄格的基础功 让他这么吃力 这也不是什么玄妙的功夫 接连查探了几日 夏宁常也没看出什么端倪 虽然盈盈觉得 杨开身上还有些秘密 却也不好意思再查看下去了 毕竟偷窥别人 实在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 尤其是偷窥一个经常裸着身子的少年 每每夏宁常都看得面红心跳 羞愤不已 这人一修炼起来 就把自己上身脱光 好像那一身排骨多好看似的 不过 他好像比前些日子结实些呢 也长了些肉 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杨开裸体的场景 夏宁常在心中暗自比较 比较完毕 自己的脸刷得通红 杨开自然不知道自己这几日正被人偷窥 他每日做完林霄阁扫地小四的任务之后 便是去找苏木那群人挑战一番 然后回到木屋处修炼 日子虽然枯燥乏味 却充实无比 香炉的作用异常强大 配合每天半个时辰的脆体片 已经让他在昨日踏上了脆体六层的境界 体内气感已经有一种凝实的迹象了 只差一步 再有一步便是脆体进七层 到了这个境界 体内便会生成少许元气 虽然不多 可那也是元气 只要体内有元气 就能开始修炼武技 到时候 自己的攻击手段 不再是长拳鞭腿这么枯燥了 脆体进七层到九层 是体内元气出生 繁衍壮大的阶段 也是元气流窜全身经脉 融会贯通的阶段 唯有让元气在体内形成大周天 打通天地之桥 才能突破脆体进 达到另外一个层次 几乎是玩命一般的修炼 杨开每日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 那是一种非常真切的感受 到了今天 杨开已经能在香炉的一箱下施展拳脚了 只不过持续时间不长 早上修炼脆体篇也比以前轻松不少 每天都有进步 如果条件跟得上 杨开相信自己很快就能真的成长起来 但是杨开发现一件尴尬的事情 自己的绝地枯木草消耗完了 三叶残魂花虽然还有结余 却也所剩不多 这几天 杨开也是节省无比 但耐不住草药的消耗确实太快了 用着用着 竟然就没了 没奈何 杨开只能走了一趟贡献堂 用自己剩下的所有贡献点 换了些草药 本章完